江桃又在肥嘟嘟 内地网民流言 激似的位前韩国男子天团队长 本地男团女巫人气王江桃 昨日到商台接受访问 除了访问内容外 其身形又在成为焦点 之前为演唱会操flip不少的江桃 好似有反弹的迹象 纵使一身全黑打扮都帮不了手 期间 江桃更疑似孕医孕 要助手扶助行 加上一副眷容 身体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江桃昨日事后也承认身体不适 因此没办法留太久收大家的信 并向在门外守候多时的江桃 江桃粉丝密称 表示真的感到非常抱歉 向来爱惜江桃的他 之后又再出多个现实动态 呼吁江桃每次出席活动 都要注意安全 尤其要照顾好身边的小朋友 不过照片一出后 江桃的身形随即再次引起网民热议 更成功冲出罗湖 在内的社交平台引起热烈讨论 香港的顶流就是这样 该剪头发了吧等等 甚至更有内地网民指这位香港顶流歌手 无论发型和身形都祭祀韩国男子天团 HOT队长文希俊 当然也有大批江桃肉吃偶像 叫江桃好好休息 早日康复 感谢您收看孟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